娜咪 你好像真的怀孕了耶 最近爱睡觉 然后肚子还有一点大 但以前没这么大肚子的 我一摸它它就喜欢把脚撑起来 它肚子这一块还笼起来 以前是凹进去的 真的怀孕了哈 那最近多给你吃点肉 粽子你就不要生气了 反正村里已经有你好几代的孩子了 粽子你要挺住你要坚强 下次我带你去别的村里面相亲 糯米也会带你去的 糯米的发行期应该差不多过了 粽子对它好像也没那么感兴趣了 对糯米甚至会有点不客气 粽子干嘛凶它干嘛 你怎么这么喜欢蒸宠啊 你凑过来还凶它 你这样不行的你知道吗 好好反思一下 糯米不喜欢你啊 跟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 想想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最近我家的猫老是不着家 偶尔能在外面的院墙上看到它 估计整天在外面通宵也不知道干啥 有一次我靠近它 它睡得跟个死猫一样 什么反应都没有 最近南昌也是一直降温 而且还整天下雨 锅里蹬的鱼应该快熟了 一会儿叫它起来吃一点 哇 吃鱼吧 哎呀只有下雨会在家 不下雨你都要出去 吃个鱼吧 来起来吃鱼 来起来吃鱼 这个是草鱼 有点烫 给它弄碎一点 好了差不多了 你好着急 来了 你们俩也想吃啊 好提前给你们吃晚饭吧 那咪想吃鱼吧 再下雨 再下雨 今天晚上就不放那么出去了 粽子 有好 这个糯米 胆子不小还敢讲粽子的 粽子 你来这边 这里这里 这是用鱼拌的米饭 就刚刚月饼式的鱼 糯米 糯米以前不怎么吃东西的 可能它真的怀孕了 胃口又变好了 粽子先吃完了 糯米 你也吃完了吗 看一下 剩了一点米饭 把鱼都吃掉了 真棒 糯米 给你拔下麦 是不是真的怀了 被月饼拔在了糯米的窝 那个垫子本来是糯米睡的 看来糯米还是挺让着它 月饼 月饼 这里 怎么老睡别人的窝啊 你没有自己的窝吗 你的窝呢 你搞得糯米睡地上 他还怀孕了嘞 月饼最近晚上都不回家 只有第二天白天能看到他睡回容觉 检查下你的脚中间有没有虫子 有没有寄生虫 给你也检查一下 你还不让我摸啊 你还不让我摸啊 妈咪 干嘛不让我摸 太丑了这个样子 你牙挺白的呀 就是牙眼长了个黑斑 月饼晚上不回家破案了 今天被我打了个正着 一条 抓了一只这么大的老鼠 怪不得我前两天看到猫猫碎碎的在院长走来走去 可能就是在等这只老鼠 哎呦 他去里面了 果然又来到他餐厕上了 算了 居然在给自己加餐吧 这就是在农村不要随便吸猫的原因 吸猫约等于吸老鼠 雨再大终究是会停的 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始了疯狂的生长 苦练树也开花了 枝头上还占了个八哥 又一只不知名的小鸟 在挑逗我家钢子里的乌龟 秋年种的桃树也快人那么高了 叶饼又来我旁边吃草催吐了 可能昨天吃了一点老鼠毛 上次借给我大妈家戴鹅崽子的母鸡 已经还回来了 下次天气变暖 估计就要种水稻了 八哥都等在田梗上吃蚯蚓